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加速擴大疫苗的覆蓋率 是目前各地方政府首要任務 我們看台北市 日前就規劃盜甫施打的計畫 主要是針對75歲以上的長者們 希望透過醫師走進社區 來幫助克服行動不便的問題 而首創的機動接種隊 已經服務500多名的民眾了 我和我們盜宅施打的 這樣的資格的民眾 麻煩在8月16號以前 撥打我們的長照專線1966這支電話 然後來做施打的一個預約 國內持續加速疫苗施打進度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結合疫苗接種的醫護人員 首創機動接種隊 前進社區提供到宅施打服務 截至到9號為止 已經服務了542位民眾 疫苗接種要到家裡面去 針對我們75歲以上 私人等級7級8級 基本上他們大概都是 臥床的長病要提供這個服務 說簡單不簡單 說難不難 終於沒合到醫師走出診間 進到鄰近社區替這些行動 不便的長者服務 而這項計劃從7月份開始啟動 在疫情中第一線的抗疫戰士 依舊不辭辛勞 一定要做好二級防護的裝備 才能夠進入暗家的家裡面 而且這些二級防護的裝備 是需要在離開暗家的時候 也要馬上把它脫離 做好防護措施 不願走進社區反乘防疫破口 要用專業彌補防疫可能的缺口 也希望這份用心能夠持續擴散 中央也看到台北市這樣的一個用心 前幾天也宣布 90歲以上的民眾 也要提供在宅的一個服務 我們很期待 全國有需要的民眾 都可以得到適切的這個服務 而指揮中心7號也宣布 針對90歲以上長期臥床行動不便的長者 會規劃到宅的接種服務 而目前台北市的道府接種 持續開放預約到16號 希望有施打需求 並且符合資格的民眾 都能夠盡早申請 人間衛視 正名城 陳宇軒 台北採訪報導